别生气 别生气 别生气哥 老大你去过老大 看过他 看过他 哎呦哥你长得真帅 太帅了 哥你真的特想我大爷 哈哈哈哈 哥 那他 他是 你是找姑啊找大爷还是找谁 那你你你给他是 我表妹吗 你表妹啊 哎呀我说呢 他怎么长得那么美丽那么漂亮呢 因为是你表妹 谁一听说表哥帅表妹就一定漂亮 哎 我跟你介绍一下我前车直见 你你等会等会 我放心 好好的 不行我摆不平呢 哎 老哥 特别的好 你给他说的绝对能顺 你怎么替他说话呀 这是给他说的 其实我喜欢谁 我也不知道我喜欢谁 但是我就觉得这几花吧 花吧长得特别好看 你看 哪里送给我一表妹吧 花都开了 我就给谁最配呢 你看 给表妹最配 哎 他真是你看 绿的最红的真好看 哎呀 太好看了 你看看 完了 带我下心灵的身 来来来 请坐请坐 谢谢谢谢 最佳台词奖并列得主 李晶晶王建华 获奖理由 当年功敌扎实 人物性格饱满 语言风格 女不惊人死不休 餐菜作品 碳水 最贵趴 表演者 母子李晶晶 王雷 母女王建华 李小萌 现在我们规定的情境是 一对年轻的恋人 他们的妈妈的初次婚念 好 五四三二一 开始 你看我儿子多像我 是不是 浓眉大眼的 你看我这么胖 你看我儿子身材多好 是不是 不是 你儿子身材好 那就我们家那个王孟孟 是不是 萌萌身材好 我萌萌不光身材好 对吧 你聪明 漂亮 我们还会唱歌呢 那我们还会朗诵呢 我们还会演话剧呢 朗诵和演话剧是最基本的 我们还会说外语呢 对吧 外语 儿子你会说哪语呢 对吧 所以我跟你讲 你要找像萌萌这么漂亮 女孩不容易 没错 谁说的 你像我儿子这么优秀吧 想找一漂亮呢 那也挺容易的 你看现在我们家 你看追我儿子的有的事 不是长得漂亮管什么 长得漂亮还得快 关键我儿子也有才华 是吧 北京人意的 你用白演员 那你都是一号 北京人意的 现在就是 现在你看我儿子多部戏 是不是 都是金婚春草 烂马七糟 我是老板 各个戏啊 想当当的 牛不牛 演什么像什么 台下的观众朋友 你们看过一幕著名的电视剧 叫继母吗 真情无限继母 主演 导演在那儿主演 李小萌啊 李小萌 没有李小萌 就没有继母 是吧导演 停 停 停 你们俩这边演得不算 哈哈哈 换一个 千花 你用三些话说话 你用大通话 聊一遍 对行 猫猫姐 预备 说啥呢 谢谢说 你开始 好了没有 预备 开始 开始